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啊 要不要做手术 他现在几岁啊 他是 五十五十四岁五十五岁 无所谓 我觉得 我觉得要做嘛也可以 不做也可以 因为很多人年纪偏大的子宫肌瘤 他随着年纪长大 他也会 你年轻修修心啦 吃点比较清凉的东西 不要去刺激他啦 也会慢慢的萎缩的 是的他也在修心 会萎缩的 明白了吗 如果他经常有这种 有这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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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妻生活啦 那一定要去去 一定要动手术的 明白吗 因为这些 这些东西不能不能去刺激他的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他跟我爸爸已经了地分居已经很久了 那叫你妈妈念念经吧 吃点良性的东西 嗯 好吧 嗯 师傅你看一下他的膝盖 还有他的髋关节 就是腰部 对 就是一直都不好 左 左关节不好 左膝盖不好 嗯 嗯 左膝盖有疼痛 髋关节就是腰椎的 就是臀部上面的第二支 第二节 还有第四节 这里有很多黑器 所以他的药做了久了都会痛 是的 嗯 没问题 你妈妈 从下面往上数 对 对 第二节第四节 哦 听得懂吗 师傅他现在就在做那个拔罐 就是中医的那种拔罐的一个 哎 这个好啊 他说效果还蛮好 您看一下这个 这个拔不坏的 嗯 明白了吗 哦 好的 爸爸爸爸们总是总是调理调理 你要说有实质性的改变也是很难 就像你身体疼痛一样 你说拿个万斤油哪里擦擦总是挺好的 对不对啊 嗯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人医生们总是说士气很重 啊 是的 啊 调理不好啊 薄薄火罐有助于健康 那这个总是蛮好的 问题就是说不能让他痛出来 痛出来就是麻烦 所以你叫他睡的床一定要硬 而且呢要吃钙 钙片要补钙片 哦 而且叫他缺钙 缺钙而且叫他要补液体钙 哦 液体钙比较快 这医生刚刚刚刚检测出来 他是髋关节有一点骨骨头坏死了 嗯 然后您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要做手术了 嗯 还没有 还没有 嗯 没那么严重 嗯 可能要过再可以再可以拖一年半吧 嗯 再做 一年半哦 嗯 好吧 好了好了不能跟你讲那么多了 好了 好的 师父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家里的佛台怎么样 几几年 每天都几年 你们主人是 主人是几几年属什么的 主人 主人 主人就是我 啊 八六年属虎 啊 菩萨来哇 哎呀 观地菩萨 哎呦 啊 周昌菩萨 观明菩萨都来 哎呦 观世音菩萨也来了吧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初一的时候来过一次 是吧 你家里初一 每天都在 每天接是吧 嗯 初一的时候来过 蛮好的 我现在我家里我 我母亲还有我妹妹我三个人都在修 嗯 很好 学得很好 好低调一点 不要到处去讲 学佛们就低调一点 自己家里方方生也自己 啊 念念经也自己 学习愿也自己 对不对啊 有没有必要去到处去讲啊 不要去讲嘛 自己好好在家里修行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好 好了 菩萨只要保佑你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啊 学佛又不是一种显化 又不是哦呦 好像我学的好啊 不要这样 自己在家里老老实实低调的 好好学佛 对不对啊 爱国爱民尊记守法 这不挺好的嘛 嗯 师父我们就是我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呢 还有放生多少鱼呢 还有我母亲也是 四十四十九张小房子你 你妈妈有你妈妈六十三张 好吧 六十三张啊 吃钙片吃钙片 钙很不好 好了好了不能跟你讲这么长了 你乖一点了 谢谢师父 你一定不能有更多的想法 否则都忧郁麻烦了啊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你看我跟你一讲 你自己听听录音看 你前后两个人 好的 我刚刚刚跟你一致 一给你加持 你看你现在完全变了个人了 跟刚刚打电话进来 我是状态很不稳定 我一直都是这个毛病 现在知道了 是的 这个忧郁啊 嗯 好了再见了 好的感恩师父 我感恩关心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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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